同仁作品是指根据漫画、动画、游戏、小说、影视等作品 甚至现实里已知的人物、设定、衍生出的文、图、影音、游戏等著作 以真人为原型创作同仁作品存在有哪些法律分析 同仁作品算是对援助的致敬还是侵权 3月3日,法律业内人士对此作出回应 法律界人士表示 以真人如一些公众人物为原型创作同仁作品 可能涉及侵犯对方的隐私权及名誉权 第一呢可能涉嫌侵犯隐私权 就是如果把获取的个人隐私信息在同仁作品中呈现 这实际上就是一种侵犯隐私权的行为 第二呢可能涉嫌侵犯名誉权 以真人为原型虚构一些情节 在客观上如果是造成了公众对真人的一些误解 从而导致社会评价降低 这个就属于侵犯名誉权的行为 如果创作的同仁作品中包含淫秽 暴力血腥等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内容 这种行为还可能涉嫌违法犯罪 比如说在这个同仁作品中 它包含了一些这个淫秽黄色的一些这种情节 那么这个就是一种违法的行为 比如说可能会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 那么是情节的轻重呢 被可以可能会被拘留罚款跟处罚 另外呢如果严重的话 还可能涉嫌这个传播淫秽物品犯罪 此外同仁作品如果建立在对影视小说等著作的改编之上 有可能涉嫌侵犯其著作权改编权署名权 即涉嫌不正当竞争 创作的同仁作品 它是建立在已经有一定社会影响力 知名度的作品和人物形象基础之上的 可能会是公众产生一种错误认识 他认为是原创作品的原创作者的新作品 从而对援助造成一定的不利影响 可能涉嫌构成不正当竞争 那么到底个人有没有权利去创作同仁作品 如何在不影响他人的权益下实现创作 对此郭小明也提出建议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